中文字幕 杨茜茜 前ое版 杨茜茜 救德内当时是另一个家族做的 德内后期不做 就是我爸爸一群朋友 训练了他下来 就变成了叫做大龙恐茶楼 后期我爸爸问你有没有兴趣 搞这座茶楼 如果你有兴趣不如你去做吧 其实我的性格也很喜欢做生意 和很喜欢在外面出去外面 我不喜欢在家里做家务的性格 所以我就接了这家茶楼做 我也想过去想过不做的 是很多种的问题 问题就是环境的问题 物价的问题 人事的问题 所以做饮食行业是天使地利人和很重要 我坚持我爸爸的意义 这家是我爸爸的心血 亦是有一段故事令他做这家酒楼 因为之前我们没做这家酒楼之前 是很多人看不起我爸爸 有一段时段就是说 特内的老板说他不想做了回香港 想这家茶楼顶给人家 我爸爸说 如果你顶我顶了它 他就说你有什么资格顶 后来我爸爸找了其他还手顶了之后 他知道是我爸爸顶了 但是顶了已经 他想不顶给我爸爸都不行 我有两个心 就是我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但是那个儿子之前出生 是不懂得说话 是一岁都不懂得说话 他就是很遗憾 第一是他不肯说话 第二是他的脚是变弃形 后期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发现得快 知道我矫正了他 现在就是很幸运 被我矫正到他 他整天说要帮我 但是我要他出去发展 所以我们是在这些帮助 我每天都没有那么多 我来帮我 还能帮我 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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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我快帮我帮我帮我帮你 我帮我帮我帮你了 我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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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